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我们在上一集的课程里面介绍了平面坐标是用来表示一组数对 比如说这个点18070 可能是代表不是有熊老师的某个人 身高180体重70 如果我说是我的话就实在是太虚伪了 那这个我们在这一集呢要来介绍一下 这个平面坐标它的几何的意义 所谓几何就是图形 所以在我们未来的课程里面 我会跟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要能够把平面坐标上面的图形线段 跟我们前面学过的方程式计算做连结 所以我们要去精确的定义有关图形的知识 而不是像国小的时候就是 三角形我知道啊 三角形就是这样子嘛 那从什么开始呢 从这个点到点之间的距离 AB他们两个距离到底多长 那我们会把这样子的这个长度叫做AB线段 你会发现其实我假如想要从A到B 拉出一条线 那随便的线的话其实就好多条 对不对 也可以这样也是一条线嘛 可是那这样子这么多条线我想要表达AB到底距离多远 哪一条线的长度才算是我的距离 那这个大概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其实它的定义就是把A跟B用一条直线连起来 可是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连的这条线是直线呢 它有一个更明确的定义 就是A跟B里面我们刚才包括我们随便画的这些线 全部都算在内最短的那一条 它就会是拉的最紧的 这个情况下它就是一条直线 所以这个这就是所谓的AB线段 它的定义就是A到B最短的距离 A到B最短路径 最短路径 A到B能会经过 头次A尾是B所拉出来的线里面最短的那一条 就是它拉成直的时候的这一条的长度就是AB线段 那接着如果是一个点到一条线呢 比如说AJ点到L这一条线多远 距离AA距离L多远 即便我们知道我们要去找直线 可是你会发现 我们上一堂课有提到 这个一条直线其实是很多无数多个点连起来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L上面有这一点 也有这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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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 随便就可以点一大堆点出来 那这样子这个A到底是连到哪一条呢 我要求A到L的距离是这一条线的长度吗 还是这一条线的长度呢 还是这一条线的长度呢 其实它最原始的定义跟这个AB线段是一样的逻辑 就是你要找的是A点 到L上 从A拉到L这条线上面的任何一点都可以哦 从A拉过来但是拉出来的这么多条线里面我要取最短的 从A点到L上最短路径 所以有没有这条跟这条比这条更短 这条更短 那我还可以再画一条更短的 对不对 我要怎么知道哪一条最短呢 这个直接跟大家讲结论 结论就会是当这一条线 当我拉出这一来的这条线 它跟L垂直的时候 那么这一个 它垂直的时候它牵过来的这一点 假如叫做B 那这个AB线段 就会是A点到L最短的 因为你再过来就会又变长 有没有发现我的手正在打开 对不对 所以 A点到L 一个点到线的距离 就是这个点到线上最短的那一条 就是过这个点做垂直线 有一条线它会垂直L 而且过A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一条垂直线它跟L交在B点 AB线段就是它 A点到L线的距离 所以把这一句话 这个 来 把这两点抄在你的笔记本上面 那你也可以画图 你也可以不要画图 这个 点到点到点的距离 点到点的距离是 这个 AB线段拉成直线的时候 它的长度 就是A点到B点的最短路径 点到线的距离 就是A点到L 这条线上面的最短路径 同时 它就是过A这一点 有一条线它过A这一点 而且会垂直L 垂直交在B点 那这样子这条AB线段 就是A到B的最短距离 先把它这个写在笔记本上面 那这个我们未来还会再学 在目前这个学期 我们不会很深入的去使用这个知识 可是你先知道了之后有助于我们后面的教学 就是你会听得比较懂 所以我们的学习就是这样子 你会发现有熊老师常常会上一些 也许会被某一些同学们觉得是课外 或者是以后才会教的东西 但是我是觉得反正我们又不考试 不考试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多教一点 让学生懂得更充足一点 好 我们来去想想看 在知道这两个道理之后 来去求一下这个图里面的AB线段多长 A点是-2 2 B点是-1 那AB线段多长 这个尤其如果有格子的话 学生就应该不难看出来 就是这里到这里是2 这里到这里是1 对不对 所以AB的长度是3 然后再来这个这里到这里是2 这里到这里又是2 所以AC的长度是4 对不对 那是这样子没有错 可是呢我要在这里提醒一下这个 老师和家长 如果你是看影片的也是学生 那我也顺便提醒一下 就是当我们刚开始学2元1次的图形的时候 当然很直觉的我们就是用像我刚才这个方式 你就去数格子嘛 或者说你去想象嘛 这一点到这里是2啊 到这里是2啊 所以合起来是4啊 这样子 那这样子到你刚学的时候这样都是OK的 可是等到我们学完这一章之后 或者当你开始复习的时候 你要知道呢 我们要融合我们前面所学过的知识 比如说AB线段长 你会发现它的X一样嘛 所以AB线段长的确就是它的这个Y坐标的差异 对不对 所以呢它应该是什么呢 它是A点到B点的距离 如果你想象这里有一条束线的话 这一点的Y是2 这一点的Y是-1 它其实是2到-1的距离 就是2-1 你也可以用-1-2 但是取决对值 这样就是AB线段长 你看像AC线段长的话 它的Y一样 所以我们看它的X C的X是2 A的X是-2 所以AC线段长你用2-2 或者用-2-2取决对值 所谓的距离 就是这个束线上两个点的值 相减取决对值 这样就是距离 所以我们要了解 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思考 那为什么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题目它 它不见得给你束线 不见得这个点刚好摆得很好 看让你可以数 这个时候 你知道它可以这样算 你才不会看着它 看着数字发呆 就如果有一个点是AB 一个点是-23 这样子 那你就会看 它说距离是多少 那你可能看着它就在那边发呆 这样 那所以你要了解到 可以 其实可以怎么去算 这一点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 我们要会使用它的方式 就是至少你 写完之后可以赶快想一下 哦对 它提供一个验算的方法 最后来这里多教一个 这个要怎么求这条斜斜的BC呢 在这个平面坐标桌上面 我们要去求一条斜线的线段的话 这个也是后面还会再学的 所以在这里大家先听过就好 我们要去求这个斜斜的 这条线的线段的话呢 我们使用的是 可能有的人国小有学过 就是必是定理 直角三角形 两股平方合起来是斜边平方 所以BC这条线 它的平方 会是三平方加四平方是25 所以BC是 什么数字的平方是25呢 答案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正五一个是负五 但是我们只取正的那一个 因为线段一定是正的 所以BC其实是 那这个在这里稍微教一下 如果有 有兴趣或者这个 游刃有余的话 你可以学一下 好 然后补充两个这个数学上 我们描在写 老师在出题目 或者是我们未来在讲解的时候的一个 共识 这个不是什么 了不起的知识 或者是推论 它只是一种 大家习惯使用的共识 就是当我今天问你 AB线段 这个记号就是线段 从A到B的线段 AB线段是多少的时候 我问的不是 AB线段的开头 也不是问AB线段的结尾 也不是问AB线段在哪里 我问的就是它这一条线段的长度 那如果我问的是三角形ABC是多少 题目可能直接问三角形ABC 然后它写这个等于问号 这样子的话 它在问什么 它问的不是这个三角形ABC的 三个角 三边长 周长 它问的就是它的面积的意思 这是一种大家讲习惯的共识 所以刚才我们在这个 我们刚刚在笔记上面写了一个点到点的距离 然后写了一个点到直线的距离 再来写一个 既然我们知道点到直线的距离是这个 做垂直线 然后这一段的长 那请问在平面坐标轴上面 有一个点 这个点到X轴的距离是多少 那会是多少呢 这个也写在你的笔记本下面 就写在刚刚这个的下面 平面坐标轴点到X轴的距离 以这一点为例 它到X轴的距离就是这一段长度 那这段长度是多少 不好意思画中 它到X轴的距离是下面这一段 这一段的长度 那这段长度是多少呢 这段长度就是它的Y嘛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一点假如是 负3、2好了 假如说这一点是负3、2 那其实这一段就是2啊 然后呢 然后那这一条呢 这一条就是3嘛 它不是在负3、2嘛 所以这一条就是 这一条就是这一条嘛 它就是3 所以呢我们这里点到X轴的距离呢 其实我们要写不是写Y 我们要写绝对值的Y 因为你看像刚刚这边 它的X是负的 X是负的 可是我们讲距离都讲正的 所以点到Y轴的距离是绝对值的X 这样懂吗 比如说这里有一点 这一点叫做4负2 那它到X轴的距离就是2 它到Y轴的距离就是4 所以到X轴的距离不是X坐标的值 是Y坐标的值的绝对值 到X轴距离是X坐标值的绝对值 这点也记起来 OK 好 再来 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 要跟大家讲说明的 我如果今天要问你 这里有一个ABC嘛 那我要求这个 求三角形ABC 那我刚才有说 这个其实是在求面积 请问你这个三角形 它的面积是多少 那怎么求呢 它题目出成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都还算简单的 因为它有一边是水平的嘛 那我们就用这个水平的当底边 高就是B 用B当顶点来找高 所以它的高是多少 它的高应该很多人可以看得出来是3 所以它的面积其实这一段是7 这个3到4的长度嘛 3减4 取决对值7 那3 3乘7除2 所以是10.5 这个它的面积 可是呢 那下面这一题呢 来给大家想一下 这里有一个ABC 那请问它的面积是多少 这个点是45 这个点是45 那请问下面这个三角形ABC 它的面积是多少 这个点是1 这个点是-2 10-20 透过这一题 其实我要教各位一个知识就是 到底什么叫做三角形的高 我们刚才上面这个实在是因为图形很简单 所以你 如果你有掌握到你的底边可以找这一条水平的话 然后你的高就不难看到它应该是3 可是这个是你真的懂了整个知识了 所以你打得出来呢 还是因为题目把答案呈现到你眼前了 所以你看得出来答案是什么呢 那这个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就是顺便跟这个老师们或家长们 也有学生的 包括学生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你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有熊老师教的题目没有那么简单 那我都像我刚才说的 我会觉得在我们不考试的情况下 其实呢教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的题目 像下面这一题就可能比上面这题难一点点 那教一些复杂一点的题目呢 它有一个重要性就是你可以确定学生是不是真的懂 包括学生自己 你为什么比如说这一题你会 那如果你这一题答不出来的话 你可能在那边看很久 是不是 为什么这一题你会可是这一题你答不出来 很有可能你以为你懂的东西 其实你没有真的懂 你只是还记得老师是这样做 或者你只是还记得如果图形简单的时候这个是底那个就是高 可是呢它有一些更基本的定义你没有掌握到 以这个三角形球面期的时候 我刚讲什么叫做三角形的高 把这个也写在你们刚才笔记底下 就是 点 这个点到X度距离 点到Y度距离 底下就写这个 什么叫做三角形的高 第一步 先挑 底边 你要跟我说一个三角形它的高是多少 你一定要先有底边 先挑底边 先挑底边 第一步 第二步 你有了一个底边你就会有对角 什么叫做对角 所以你看 如果 这个就是一个三角有关三角形的知识 三角形会有三个边 那它还会有三个角 每个边 它都会跟两个顶点碰在一起 会有一个顶点它没有碰到 对不对 那 它对面的这个 就是它的对角 就是没碰到的那一个 所以这个边 它的对角就是这一个 这个边它的对角就是这一个 那什么叫做高 我们来把它看完 挑选了一条底边之后 这个底边 它对角顶点到这个底边的距离 以这一题为例 挑选AC做底边 对角 顶点就是B 也就是什么是高 高就是B到 AC的距离 那其实我们刚才还有讲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这个 抄在笔记本上面 你把这里 顶点到底边的距离画起来 在底下再写 就是什么 这个 过 我写在上面 你可以写在下面 过顶点 过顶点 底边垂线 这个就是你的这个高 就是你要过这一点 然后去取得它跟底边垂直的这一个点 这条线垂在这一点 叫H这样子 那这里要垂直 这样这个是高 你掌握到这个逻辑之后 不管这个三角形长得多奇怪 其实你应该都可以去推论的出来 我们为了等一下要解这一题 我们把这个怪怪的三角形画出来在这里 比如说这个三角形 A B C 如果我以B C做底边 那我要找高 B C的对角就是A 过这个A要垂直B C 这一条 我现在画绿绿的这一条 就是 以B C为底边 对应的高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算面积 你用B C乘上这个高除额 僵尸面积 如果我要求的是 我用A B来当底边 那A B的对角应该是哪一个呢 其实就是我刚讲到 A B他没有碰到的那个角 是C 所以其实我要过C点 对A B做垂直线 那你会发现这个垂直线 当然不会是在里面的 这个垂直线会是延伸A B出来之后 他是垂在外面的 我相信这个三角形的高 会有在外面的时候 是顿角的情况下就在外面 这个大家国小都学过 可是大部分的同学 他们都没有很确切的知道什么叫做高 所以就变成说 就是有点凭记忆和这个平用功程度 所以利用这个我们国中 再来学习一次的机会 把它很正确的学起来 什么叫做三角形的高 就是过对角对底边做垂直线 这段线断长 所以如果今天我要求的是 用AC来当底边 那我的高呢 把AC延伸出去 它的对角其实是B 过B点对这一条做垂直线 所以它的高其实在这里 可以吗 底层高除2 那这个同学可能还会有一个困惑 这样子乘起来 真的是原本那个三角形的面积吗 其实4没有错哦 是哦 为什么呢 你这样看起来好像它变一个大三角形 对不对 可是大三角形的面积 其实是这个CH当底 乘高除2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用的只有AC当底而已 乘高除2 所以大三角形的话应该是CH当底嘛 然后乘以高除2 可是呢 我现在要求的是红色的这一个 我就把大三角形剪掉这一个嘛 这一个是 是不是AH当底的 乘高除2 除2我写乘二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我拿大的这一个 减掉AH当底的这一个 蓝蓝的这一个 减出来是不是就剩红的 那你就会发现呢 我们前面有学过这个 我拿这一个减这一个 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同时提出二分之一H 所以你就会留下CH-AH 乘以高除2 那CH-AH就是剩AC 所以我直接拿AC当底 拿AC当底乘以高除2 这个就会是我要求的这个三角形面积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回来刚才这个题目里面 那我要求这个三角形ABC的话呢 我为什么会挑AC呢 就是因为 高它是过对角顶点 垂直底边 所以我假如底边能够是水平的 或垂直的 那我的高就一样会是水平的 或垂直的 在平面坐标轴上面 你也想要找到这个 很好找啊 因为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 B到Y的距离就是 它的X的绝对值4 我假如要找这个高 就很不好找 我假如要找 这个高 也很不好找 对不对 所以找这个高最好找 所以用这个当底 它的底是-2到1的距离 -2-1的绝对值 3乘4 除2-6 这是这一题 那我们最后呢 来说明一下 如果它的图形 没有任何一边是水平或垂直的 像这个的话 那它要怎么解 那 这个其实是要绘的 这个不是超出范围的 只是说这个 慢慢学 那我在这里先跟大家讲一次 你们可以慢慢的来去理解它 其实没有很难算 因为呢 如果今天你看到这个三角形 它是 长这样子的 那你要求它的面积呢 把这三个点全部都 做垂直线 好 这样子这条 33垂直下来 这个是30 25垂直下来 这个是20 那-31垂直下来 这个是-30 你要求的是 我们来着个色 再化身一点 就是这个绿色的三角形 我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左边这里有一个 这个 这个是梯形 这个是梯形 可以吗 右边这里也有一个梯形 有没有看到 A C 这里 这里 这里有一个梯形 左边这个梯形跟右边这个梯形 合起来就是这整个嘛 你现在看到最大的这一个 这个是五边形吧 那这样子合起来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小杜来想象 它同时是 上面这里这个三角形 也就是我要求的这一个 还有下面这里还有一个梯形 白白的这一块是一个梯形 这两个合起来也是这个五角形 所以说呢 我可以用这个方式把这个三角形求出来 就是用这个 左边这个梯形 它的上底是1 下底是5 它的高是2到-3 是5 所以是1加5乘5除2 左边这个 它的上底是3 下底是5 它的高是1 所以是3加5乘1除2 那 再减 这样子加起来是大的嘛 然后我把下面这个白的剪掉 下面这个白的是 它的上底是1 下底是3 1加3乘 它的高是从-3到-3是6 好 除2 所以这个是3 515 这个是4 减 这个是12 所以是7 所以上面这一块是7 3 2 4